湯志偉老師 什麼樣的小祕法 可以幫助大家 這個兴旺家孕 我們在閩南話 有一個台語講說 就是好運的到時間 難運的到靈印 這句話意思就是說 當你運好的時候 你的運 你的所作所為 都是順風順水的 那當你運氣不好的時候 你做很多的事情 很可能馬上就被抓包 你會被盯得很慘 所以其實我們要讓家裡 一個兴旺的家庭 可以運氣 財運 家人的感情都很好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要順風順水 這樣的格局 那我們要如何為自己的家庭 來做一個佈局 其實我相信大家 日常生活當中 家庭基本上都會掛一個時鐘 對 而且時鐘的擺放 因為時鐘都是順著走 所以我們好像講說 順風順水 時來運轉 就是時鐘 是最好的開運的小物 那時鐘要放哪邊 首先有幾個格局 家裡一定要有個時鐘 舉例一下 例如說家裡的客廳 書房 餐廳 或者是辦公室 這四個地方 如果有時鐘的話會很好 因為這四個地方 代表就是說 我們這個空間 磁場一定要轉動 人在這個空間 才會精力旺盛 才不會說好像很萎靡 所以家裡的客廳 一定要有時鐘 那時鐘最忌諱 擺放哪個地方 例如說開門看到 馬上看到時鐘不行 因為開門見鐘 有一個就是送鐘的感覺 好像不是這麼吉祥 那另外就是廚房裡面 不要有鐘 就是女主人會比較 老陸命一點 對 還有就是我們一般 房間也不要有鐘 因為房間是睡覺的地方 例如小小的鬧鐘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很大的時鐘 就不建議 好 那擺放時鐘 有幾個技巧 首先現在時鐘有很多的造型 那我會推薦大家 可以去找有個孔雀造型的時鐘 因為孔雀代表什麼 代表有一句話說 孔雀落誰家 誰家就形旺 為什麼 因為孔雀它的身性就是嗜毒 吃閱讀的東西 孔雀會越來越沒力 是喔 對 孔雀是有這樣的一個功效的 所以在佛教當中 有孔雀冥王 它代表除脹或者是除慧 或是剛剛那個醫生所講的 那個家裡如果磁場不好 或是跟父母長輩 有一些溝通上的誤會等等的 或是小孩智慧不開 那孔雀可以把它擺放在家中的客廳 它可以除脹 例如說有些人常有無名病痛的 你都可以擺有孔雀的造型 那很多人說那孔雀會不會有一些 可能風水上的禁忌 不會 孔雀就是一個百無禁忌的 它任何地方任何的角落 基本上都可以掛放 但是我剛剛講 如果你要掛幾個空間格局 以客廳最最好 那放到什麼地方更好呢 例如說進門的四十五度角 就是民財位 我們讓民財位都在那邊轉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風生隨起的一個作用 所以孔雀造型的這種掛鐘 可以幫助我們興旺家運 讓家庭和樂和諧 化解家人之間的一些溝通上的誤會 或是有一些無名病痛的問題等等的 所以孔雀它這樣的一個造型 是非常好用的 那第二款會比較推薦大家 就是找一個有魚的造型 魚 對 魚就鯉魚 鯉魚其實最長壽 然後也是很招財的 也是有富貴之氣的 所以你可以找一個金色的 其實十中最貴氣的 我們一講五行屬金 都是金色的鐘最貴氣 對 那你可以找一個金色的框 或是金色的一個孔雀 也可以 那這個金色的鯉魚的框 象徵的就是一個 金生隨起財運道 所以可以把這樣的鐘 一樣掛放在柴位也很好 那如果你覺得柴位 沒有地方掛的話 也可以教大家 你可以把這兩款鐘 放在就是家裡的龍邊的位置 龍邊 左青龍 右白虎 那龍邊怎麼看呢 我們人站在家裡面 面對大門的地方 或面對客廳的落地窗的外面 你的左邊就是龍邊 右邊就是湖邊 所以你可以把鐘 掛在家裡的龍邊 讓它動起來 你會發現說 這個龍在動的時候 財運會來 是 事業會旺 然後健康 官運都會很興旺 所以有時候 我們把家裡的鐘 掛好之後 你會發現說 整個居家的風水格局當中 都會順風順水 風聲隨起好運到 好 所以以上呢 兩個小祕法 提供給大家參考囉 就變得出來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